兩位小小選手先禮後兵展開競技 貼近距離一個借力使力 企圖把對手摔翻 這個結合柔道和摔角運動 叫做克拉樹 全國克拉樹比賽 上週日在和平島沙灘登場 克拉樹源自於中亞無子別克 技巧和柔道類似 因此台灣的克拉樹選手 原本都主攻柔道兼練克拉樹 用柔道底子 在克拉樹比賽上都會有不錯成績 克拉樹最主要是源自於烏茲別克 它已經有3500年的歷史 所以今天我們移到沙灘 正式比賽的話會有分榻榻米的 再來有分草地的 如果比較有娛樂性質的話 我們會移到沙灘來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 希望一般民眾也可以來了解一下克拉樹 所以我們今天辦在基隆的沙灘這邊 已經從2007年開始慢慢進來台灣 已經推廣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年了 那在18年的時候進亞運項目 所以亞運的話我們有拿兩面銅牌 今天能夠爭取到 這個全國總統杯的克拉樹競技賽在我們基隆市舉辦 那這個比賽呢 這個比賽呢 分為非常多項 那同時呢 有一個國小組的 所以我們就提供了三台的電動機車 兒童電動機車來做為獎勵 也就是鼓勵我們孩子從小就來 那是這一世界級最安全的運動競技 基隆市長謝國良 議長童之偉 出席開幕式 鼓勵參賽選手 全力以赴 今天很開心受我們美齡議員的邀請 來參加這個克拉樹錦標賽 我想這個運動 也正是被納入未來的奧運嘛 那我想這是一個強身健體 也是一個很好的競賽賽事 看到那個有國小以下的組啊 這些孩子們在真的是覺得很開心很棒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跟美齡姐 一起來多多推廣 這個很有趣的一個運動 也可以強身健體 對 推拉樹的比賽呢 是烏茲別克流傳三千年下來的 那非常感謝我們全國的理事長 張理事長 以及我們基隆在地的主委 呂美齡議員 共同來推廣在我們基隆 第一個 可以讓我們全國的民眾 全國的小朋友 感受到我們和平島的美 第二個 也可以讓這個傳統武術持續下去 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這個克拉樹的委員會 正在爭取加入全中運 那目前已經 亞運已經有比賽了 所以非常的這個 熱衷在推廣 那我看到這麼多小朋友 在這個 來這個努力來比賽 我想這是一個 像符合政府政策 全民運動 那我們想各項單項 我們都非常重視 我們也希望可以把各個單項走完 讓我們各個推廣 各個單項的運動 讓大家都提倡全民體育 全國克拉樹比賽 首次在基隆舉辦 藉由全國的賽事 邀請更多人來關注這項運動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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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e 呢